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照是光花筒血轮眼的人数 号称最强物理攻击 只要被天照攻击到不死不休 直到把目标稍微灰烬才会熄灭 但是这些人数对血轮眼的负荷也很大 发动时需要大量查克拉 用和佐珠在使用时 眼睛常常流血 用多了还有失明的风险 传说天照会烧七天七夜 于是被命名为日本太阳神的名字 天照 第二种 通灵之术 通灵之术是火影中常见的人数 其中一种是忍者和通灵兽 签订契约就可以召唤他们 但是要发动这个人数前 需要咬破手指 以血为媒介 这样才能召唤出通灵兽 召唤的生物大小和忍者的查克拉和能力有关 第三种 死丝瓶穴 死丝瓶穴是飞断的能力 飞断信仰习神教 获得了永生不死的能力 更获得了一个变态忍术 死丝瓶穴 这个忍术只需要取得对手的血液 被断舔过血液后 战尽诅仰仪式中 攻击自己对手就会受伤 当初阿斯玛就死在这一忍术下 五个不同的是 这一忍术是需要对手流血 第四种 八门盾甲 死门 八门盾甲死门是凯 非常强大的体数 开启这一招 血色的查克拉蒸汽布满全身 从远处看 整个人都变成了红色 凯的实力可以短暂超过无垠几十倍 但是伴随的风险也很大 凯的使用完这一体数后 自己的生命也会燃杀殆尽死掉